设计 设计呢 其实 不要把它想像是一个什么 跟我很遥远的事情 遇到问题的时候 你也是在想办法去做 做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其实每一个人都是设计师 有时候有一些比较弱势 或是比较冷门 或是比较不被发掘的东西 如果我们可以透过设计 让这些东西更明显 或者是说让别人更 可以 看得到他们 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设计很重要的工作 风格呢 就是当你所有的感觉都打开的时候 风格就会出现 感受到每一个事物 或者是你感受到每一个细节的时候 你会去搜寻 你会去搜寻 或者是你会去记忆自己喜欢的那个 那个东西 你就会慢慢地 形塑出自己的风格出来 不是只从一个小的观点 或者是从一个角度切入 每一个角度都有它切入的可能性 我就是好好地把我 就是 这些年 做过的事情 还有就是 我能够提供的东西就是非常大 你念到一个最高的学历 然后 然后 你好像去到了一件很厉害的故事 可是那又怎样 因为你最后还是会到你自己啊 你会有一些 想法 你会有一些理想 你会有一些梦想 那样子 那 还是去 做自己 想做的事情 还是去把那种